这屋车抵达意外现场 摩托车被压在威力往下 41岁女骑士勉强坐起身 但她满手是血 赶紧送一治疗 她还从下面爬起来 手上都是血 然后连骑车都会晃 户警民众说 再差几秒受伤的可能就是自己 重回现场在台中市北屯区重化区 风声呼呼 长30公尺的H型钢户威力 疑似因为瞬间强风 硬身倒下 现场工人帮忙指挥交通 他们说上午风势特别大 早上8点风速大约6到7级 连骑车都骑不稳 加强那个固定跟那个钢筋 再电焊起来 骑车上路遇上强风 没想到路旁围离瞬间倒塌 幸好中间网状没有直接强压女骑士 但人被压在摩托车底下 造成多处挫伤 现场工人电焊加强固定 是人为还是强风所致 还要调查 谢谢徐国务彭新 台中报道